好,各位亲爱的自在大学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 美好的一天,把美好的祝福送给亲爱的家人们 祝大家一天好心情,一天奇迹不断 我们一起上自在大学,过自在人生 好,请所有的家人和我一起 邀请我们所有家人的高级智慧 以及我们伟大的古圣先贤们来到我们的道场 来加持我们所有家人的能量 来唤醒我们所有家人内在本质具足的自己 来带领我们一起彻底解脱,自在人生 好,感谢所有亲爱的家人们 也感谢所有的高级智慧们 还有我们伟大的古圣先贤们 好,家人们,今天为大家分享自在人生 十项般若的最后一堂课 也是观照般若的第一堂课 这一堂课是承上启下 对十项般若,也就是理论篇做一个总结 然后再对观照般若,也就是十操篇做一个开篇 好吧,家人们 那在分享之前,请所有的家人和我一起朗诵 开经济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家人们 我们在一起做一个警醒于光的冥想 请大家放松身体 闭上眼睛 我们来一起警醒于光 我是绝 这一切都是我创造的 这不是真的 这是虚构的全息幻想 现在,我要从这个创造物中收回我的能量 我觉得这股能量已经回到了我 我觉得我越来越有能量了 我觉得我越来越接近于真正的我 越来越活出真正的我了 我是绝 我是丰盛 我是快乐 我是无限 在我的全息途中 所有的人、事、物都是我创造的 我对他们无条件的赞赏与感谢 我对他们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现在 就让这个受限的模式 消融在我无穷无尽的能量当中吧 感恩 我创造了如此逼真的全息幻想 天才的编剧 天才的导演 天才的演员 天才的创造 把我从无限的存在 变成了有限的个体 忘了自己是无限的丰盛 无限的智慧 无限的力量 而觉得自己是匮乏的 渺小的 受限的 不足的 觉得物质世界是真的 人格面具有力量 全息途中有因果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奇迹 感恩 我瓦解了这个模式 并从中收回了能量 感恩 我恢复了我的决心 活出了真正的自我 好 亲爱的家人们 我们从今天开始 关于警醒于光的冥想 改一个词 把我是意识 改为我是觉 为什么这么改呢 因为我们在解读心经的时候 会讲到眼耳鼻舌生意 意就是意识 第六识 意识 然后在讲这个意识的时候 有些家人会产生混淆 因为眼耳鼻舌生意的意 他直接讲的是意识 然后还有第七识 意根识 还有第八识 阿赖耶识 在讲这个意识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说的是信念系统 可是呢 有的家人会分不清 就这个意识 和我们讲的我是意识 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为了让大家能够做一个清醒的 清明的这样一个区分 我们现在把这个关于你到底是谁 用一个不会让你产生混淆的词 来表述 就是觉 好吧 所以你是谁 你是觉 你是那个如如不动的觉 这样的话 我们在讲心经的时候 当讲到眼耳鼻舌生意的那个意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混淆了 OK 好了 那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警醒余光就是 我是觉 觉就是意识 觉就是空性 觉就是心 觉就是道 觉就是本体 OK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 法尔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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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来自于佛经的一句话 来自于佛法的一句话 告诉你的意思 就是你怎么活 你怎么活 其实整个佛经啊 三藏十二部经 告诉你的就是这四个字 如何活呢 法尔如是 法尔是效法 动词啊 效法啊 就是你 如是 就是你本来的样子 如是 就是你的自在本性 就是你的自性本然 就是效法你的自性本然 效法你的自性本然 这就是整个佛经的核心 OK 我们有的人叫他佛性 法尔如是 就是如实如是的 活出你的自在本性 好吧 家人们 这个 跟所有亲爱的家人们说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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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所有亲爱的家人们说 修行就这一个 无论你修什么 就这一个 听见了吗 无论你修如是道 还是基督教 就是无论你修什么 或者修灵性 修行就这一个 其他都是假的 修行就这一个 叫什么 法尔如是 法尔如是 就是效法你的自然本性 达摩祖师呀 达摩祖师他说什么 他说若不见性 三藏十二不经 就是摩索 若不见性啊 三藏十二不经 就是摩索 怎么叫 就是摩索 就是假的 就是让你入魔道的 好吧家人们 所以修行 就一个 法尔如是 那OK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堂课 是个层上启下 是对我们 过去的十几堂课 从一针法界 一直到地球扬升 做一个总结 是为下面的开篇 就是功课篇 就是工具 就是格物之之 之行合一 还有赞赏感谢 狂野想象 做一个起 就是做一个开启 OK 那我们来今天做这个总结 做这个开启 法尔如是 我们先这样吧 我们先从其他的一些角度 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 大家来看 为什么到了最后 讲的是一个 什么叫到了最后 讲的是一个呢 就是跟大家说的 无论你修哪个法门 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 他告诉你的修行的 终极法门 就一个 你看 法尔如是 来自于佛法 佛法 他最后告诉你 就是四个字 如果你问佛法 他到底讲了什么 就是法尔如是 如如不动的那个诀 不注色生心 就是法尔如是啊 不注色生心 不注生 不注生香味 触法生心 讲的就是法尔如是 整个心经 讲的还是一个法尔如是 或者说法华经 楞严经 就讲法尔如是 就是成为你本来的样子 成为你本来的样子 那你是谁 你就是那个 如如不动的诀啊 就是那个 如如不动的诀 这个诀 就是你的如是 OK 这个理解了吧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我们说来 说我们说如是道三家 好吧 我们说我们的传统文化 如是道 我们先说道家 诶 道德经理讲什么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家人们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就是整个老子 道德经 修行的秘密 再说一下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就是整个老子 道德经 修行的诀窍 修行的秘密 也就是说 你到底要怎么活 人是谁 你啊 你要效法地 地是什么 有形世界 地就是有形世界 代表这个宇宙 你要效法宇宙规律 效法宇宙规律 多简单 你该吃吃 该睡睡 该喝喝 你不吃不喝不睡 你很快 就可以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 理解吗 这就是人法地啊 对吧 你会有生老病死 诶 你会有喜怒哀乐 你会有艰难险阻 你也会有一帆风顺 人法地啊 那地法天呢 诶 我们说这个宇宙啊 这个有形世界 效法 无形世界 有形世界从哪里来 从无形世界来 科学家也告诉你啊 这个物质是有形世界 那能量呢 能量场呢 就是无形世界 诶 一切事物都是由无形世界中来的 所以有形世界最后是在无形世界的规律之下产生的 在无形世界的运作之下投射出来的 所以呢 地要法天 就是有形世界要法无形世界 那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是什么 道是什么 道就是那个觉性 就是那个觉 就是那个本源 就是那个意识 就是那个空无 就是一切的本体 道就是老子说的 有物浑成 先天地生 济稀了稀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淡 可以为天地母 乌不知其名 强制 约之道 道是什么 本源 这就是说 它就是那个真相 道就是我们讲的真相 我们在解读 杰德迈肯纳的 开悟者眼中的生命真相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 真相是唯一的 是绝对的 是无限的 这个道呢 就是那个真相 所以一切都从母体中来 所以最终你要法的是那个道 你要法的是你的真心本性 你的真心本性 那OK 最后一句就是这个 整个道德经修行的关键 叫道法自然 那道法什么 对吧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这个好理解了 你作为一个个体 作为一个人 你要效法 你要依从整个有形世界的规律 那有形世界的规律 又要符合无形世界的规律 那无形世界的规律呢 又要符合道的规律 那道的规律是什么 道又效法谁呢 他自己就是他自己啊 他就是那个无限 在他之上没有了 他是真相 他是唯一 他是绝对 他是恒定 他是不变 那他法谁呢 他法自然 哎 家人们这个自然啊 这个自然可不是我们说的自然科学那个自然 不是说的大自然 不是 这个自然是两个词 第一是自 第二是然 自是自性 自信 自在 自及 明白吗 这个自是自信 自在 自及 这个然 是本然 这个然 是他本来如是的样子 是当然 是所以然 是本然 所以自然是什么 就是他的自性 本然 就是他的自性 本然是什么意思 如实 如是 道法自然是什么意思 大白话我就这样 大白话就是我就这样 那这个道 我就这样 他的自在本然是什么 如如不动的绝 如如不动的绝 理解吗 这就是一 没有二元 这就是一 浑然一片 浑顿一片 所以 法尔如是 就是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 就是法尔如是 讲的是一个 你看 最终道德性 让你修行 就是让你道法自然 最终佛法 让你修行 就是法尔如是 结果说的是一个 结果说的是一个 OK 那就是 我们会在后面讲的 那怎么去法尔如是 怎么去道法自然 OK 其实很简单 如实如是 如实如是 那我们再说之前 我们再说一个 如是道 我们刚才说了 佛家 佛家就是法尔如是 这是世家的 道家就是道法自然 在说儒家之前 我说一下 基督教吧 对吧 基督教 基督教你看 其实基督教的修行 也就是一句话 就是 I am that I am 就这一句话 其他的都是 对这一句话的 注解 基督教的修行 也就是一句话 就是圣经里面的 就是 I am that I am I am 是我是 我是谁 对吧 我是心想生 I am 心想生 你看 有人问耶稣 你是谁 耶稣没有说 I am 耶稣那个英文 怎么说呢 Jesus 好像是吧 他没有说 I am Jesus 就是我是耶稣 他说什么 I am that I am 我是 我是 家人们 这个高度 他是什么 我是觉 我是觉本身 就是我们现在 做的这个 警醒于光的冥想 跟大家说的 什么意思 我是觉 我是意识 我不是那个肉体 耶稣告诉了 你是自个儿 他告诉你的 就是我们每天 在警醒于光的时候 说的第一句话 我是意识 我是觉 现在你也在讲 耶稣这句话呀 别人问你是谁 我是觉 当然你也可以不讲 你心里告诉自己就行了 别人问你是谁 你说我叫张三 没有问题呀 但是家人们 你理解吗 这一句话 就是法而如是 这一句话 就是道法自然 这一句话 就是道法自然 所以整个心经的 不是心经 圣经 它的核心 就一句话 I am 在他 I am 如是如是 我是 我就是 我所是 我就是 我所是 的样子 OK 好吧 那 你看 几大宗教啊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最后讲的是一个 道教的四个字核心 就是道法自然 你去修道德经 最后就四个字 道法自然 你去修佛经 修佛法 最后也是四个字 法而如是 你去修圣经 最后也是四个字 I am I am 我是 我是 四个字嘛 我是 我是 就是 法而如是 道法自然 我是 我是 好了 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下儒家是怎么讲的 就是 如是到我们传统文化三家吗 儒家是怎么讲的 儒家讲的更简单 还是说两个人 孔子和王阳明 儒家的代表吗 儒家四圣吗 第一圣孔子 第二圣孟子 第三圣朱熹 第四圣王阳明 我们把朱熹和王阳 和那个孟子拿去不说 说第一圣和第四圣 就是头圣和尾圣 说的是一个东西 什么呢 孔子叫智中和 王阳明叫智良智 王阳明说 无平生讲学 就智良智 智良智三个字而已 无平生讲学 就智良智三个字 那什么是智良智呢 对吧 我们光说智良智 智是智力于 达到 智 我们说专心智智 智是智力于 智 还有一个表述 就是你要去达到 那这个跟那个法尔如是 的法是一样的 你看法是你要效法 法尔如是吗 法你要效法 然后呢 道法自然的法 也是啊 法你要效法 所以智力于这个智 跟那个法尔如是的法 是一个意思 就是你要去达到 你要智力于 OK 那智良智 什么叫智良智 良智是什么 王阳明说得很清楚了 知善知恶是良智 知善知恶是良智啊 知善知恶 什么叫知善知恶 觉善觉恶 什么叫觉善觉恶 是便知是 非便知非 这就是知善知恶 这就是觉啊 如如不动的觉 我只是觉它 我不评判它 我没有说 这个东西是好是坏 是高是低 是丑是美 我只是觉 觉这个东西 但是我不下定义 我不评判 知善知恶 法而如是 道法自然 I am that I am 一个意思 知善知恶啊 这就是智良智啊 所以王阳明说 无平生讲学 就三个字 智良智 达到你的良智 你的良智 就是知善知恶 觉善觉恶 OK 这是王阳明 那孔子怎么说的 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 孔子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之忠 发而结终结 未之和 中天下之大本也 和天下之达道也 至终和 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孔子让你 至终和 至终和呀 你看 至和智良智的 至是一个意思 就是致力于达到 致力于去达到 某种状态 某种 某种境界 这种境界呢 孔子把它叫终和 那终是什么 喜怒哀乐之未发 喜怒哀乐之未发 什么意思 无散 无恶 无散 无恶呀 你的本性是什么 你的本性是如如不动的 那个绝 如如不动的 那个绝 就是空性 这个空性 就是中性 空性 就是中性 他没有评判 他没有评判 那家人们 孔子让你达到的境界 是什么 绝呀 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 它是一种处于空性的状态 中性的状态 如如不动的状态 OK 这是你的真心本性 诶 那如果你发了呢 所以你看 孔子说什么 孔子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 为之中 中天下之大本 天下之大本是什么 就是道吗 就是绝 就是空性 那OK 发了怎么办 发而结终结 为之和 你发作了 你再回到中 这叫和 这个是什么 这个现在就是我们讲的 格物之之 这就是格物之之呀 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 为之中 就是佛法里讲的 不注色身心 喜怒哀乐之未发 为之中 就是不注色身心啊 就是志须及守静度 就是志须守静 讲的是一个 发而结终结 为之和 就是为善去恶 是格物 就是格物之之 在回到中 所以中天下之大本 中天下之大本 中就是那个道 就是那个空性 就是那个觉 就是那个心 它就是天地万物之母 那和是什么 天下之达道也 达是发达的达 达是道路的道 达道就是阳光大道 所以和就是你人生的阳光大道 那什么叫和 我喜怒哀乐 发作了 我再让这个发作回到中 这就叫人生的光明大道 所以孔子最后说了一句话 叫志中和 天地未焉 万物 欲言 志中和 天地未焉 万物 欲言 就是这个意思了 好吧 大家人们 你看 如是道三家 包括连基督教 都跟大家去阐释了一下 最后修行就一个东西 无论是哪个 就是说 你无论信哪个宗教 OK 那我再说一下 我们就算修灵性吧 对吧 那我不修宗教 我也没有修传统文化 我修灵性 灵性会让你什么 灵性会让你什么 灵性会告诉你很多很多词 我们把一些词来表述一下 灵性会让你沉浮 会让你接纳 会让你放手 对吧 会让你放下 放下 就是不让你控制 让你沉浮 让你接纳 接纳 沉浮 放手是什么 法 如是 道 法 自然 I am Z I am 什么意思 我现在很痛苦 请你沉浮这种痛苦 请你接纳这种痛苦 明白吗 就是 我不抗拒他 我不抵制他 我不评判他 我不压抑他 我不转化他 这是王阳明说的 事变之事 非变之非 这就是王阳明说的 王阳明说 你事变之事 非变之非 他会达到一种什么呢 善变存 恶变去 所以王阳明说 事变之事 非变之非 善变存 恶变去 何等 稳当 快乐 事变之事 非变之非 善变存 恶变去 什么意思 你啊 现在很痛苦 你就 知 这个非 就是知 这个痛苦吗 非 就是痛苦吗 知 这个痛苦 绝 这个痛苦 绝 这个非 非 便知非 就是所有的负面的情绪 都是非 所有负面的情绪 都是非 非 便知非 理解吗 事变之事 是什么意思 所有正面的情绪 全部去经历他 这就是 这就是大学里讲的 如物物臭 如好好色 如物物臭 就是事变之 非便知非 就像我讨厌一堆大便一样 去讨厌这个我不喜欢的东西 我如实的 我如实如实的去经历我这个厌恶 我好 我喜欢这个 就像我好色一样 我去喜欢他 我如实如实的去经历我这种喜好 这叫物变之物 如物物臭 如 如好好色 这就是事变之事 非变之非 绝他 只是绝他 就是 你看外在 家人们你看 你不管经历什么 你 你破产了 或者说 你现在债务极度危机 或者说 你收入不高 你觉得我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外在 无论发生什么 它是不是只是引起了你内在一种情绪反应 你说 我破产了 我不知道 我自己能够什么时候还上债 你是不是感觉不好 对吧 然后呢 你说 我现在 收入不高 无法得到我想要的那种东西 你是不是感觉不好 你说 现在我可能会被别人逼债给逼死 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活下去 你是不是感觉不好 你看 统统外在 不管发生什么 到了你的内在 就是感觉不好 那这是什么 这是我说的财富 那情感呢 情感也是呀 他 如果说 不要你了 抛弃你了 不和你过了 你是不是感觉不好 你们俩吵架了 是不是感觉不好 孩子不好好学习 让你很受伤 是不是感觉不好 同事看不起你 然后贬低你 你是不是感觉不好 对吧 都是感觉不好 同样呢 如果是健康上面的 咱就不用说健康了 就算是你的身材吧 对吧 哎呀 我这个地方胖了一点 你是不是感觉不好 哎呀 我的皮肤不够白嫩 你是不是感觉不好 我的眼睛不够大 你是不是感觉不好 各种各样的 哎 你说 我长相不够美 你是不是感觉不好 总之 都是感觉不好 更不用说你得病了 你看 不管外在 什么故事情节 不管外在啊 你的人生剧本里 发生了什么 终归引起了 你某一种情绪反应 终归是引起了 你的情绪反应 或者是是 或者是非 是就是感觉好 非就是感觉不好 那王阳明告诉你什么 非便知非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现在感觉不好 就和感觉不好在一起 就去绝它 就去绝它 你背后那个如如不动的绝 在工作 如如不动的那个绝在工作 就去绝它 就去绝这种痛苦 我现在很痛苦吗 我和痛苦在一起 哎呀 我现在痛苦的不得了了 我就和痛苦在一起 OK 哎家人们 就这么简单 我现在很恐惧 就和恐惧在一起 我现在很悲伤 就去绝这个悲伤 就去经验这个悲伤 去体验这个悲伤 那同样的 我现在很快乐 事便知事 我就和这个快乐在一起 我现在很兴奋 我就和这个兴奋在一起 就去绝这个兴奋 哎 如此 王阳明告诉你啊 善便存 恶便去 有意思啊 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呢 当你觉这个恐惧的时候 恐惧就走了 恐惧一旦走 引起恐惧的那个境遇 就开始转化 听清楚啊 先是内在转化 外在才会转化 当你去经验这种恐惧 觉这种恐惧 不管是财富的 情感的 还是身体方面的 哎 你在觉 觉 当这种恐惧 被你觉得足够充分的时候 散变存 恶变去 这个恶 就没了 这个恐惧就消失了 恐惧感一旦消失 引起你恐惧的境遇 瞬间改变 瞬间改变 明白吗 这就是灵性让你臣服 让你接纳 那包括我们现在再换一个词 我们以前说把你锚定在爱喜悦和平当中 很多人不理解 告诉家人们 把你锚定在爱喜悦和平当中 爱喜悦和平当中 是你处在绝中的必然状态 如果你处在绝中 你能体验到的必然是爱喜悦和平 但是很多人不理解 他开始干嘛呢 他开始盲目的追求快乐 人为的追求快乐 根本就不是 你那个严重跑偏 根本就不是 他开始干嘛 他逃避痛苦 他觉得痛苦怎么可能是快乐呢 痛苦怎么可能是和平呢 痛苦怎么可能是爱呢 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改个说法 不是把你锚定在爱喜悦和平当中 今天开始请所有的自在大学的家人们 你改一个说法 把自己锚定在绝当中 锚定在知善知恶当中 锚定在事变知识 非变知非当中 就是把自己锚定在那个如如不动的绝当中 OK 这是你要做的 我说的爱喜悦和平 是当你把自己锚定在事变知识 非变知非 把自己锚定在那个如如不动的绝 把自己锚定在这个事变知识 非变知非的这个绝当中的时候 你自然会体验到的一种状态 那我简单解释一下 什么叫和平 和平就是如如不动 此心不动 此心光明 和平就是忠 就是忠 但这个忠呢 他不是让你去强迫自己达到 不是让你强迫自己达到 就是说 我就控制着不让我发脾气 控制着不让我发情绪 不是 你这样严重跑偏啊 严重跑偏 不是 什么是忠 善便知善 恶便知恶 法而如是 道法自然 亲爱的家人们 你要明白一个 一切都在当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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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啊 你呀 这个当下就是整个全局 这个当下就是一切 你此刻正在经验恐惧 这个恐惧就是当下的一切 就是讲这个恐惧没地方可去啊 只有此时此刻 你此刻不经验他 谁来经验他 没有人替你经验他 没地方可去啊 只能你经验他 明白吗 这个很重要啊 因为宇宙只有一个地方 只有一个时刻 就是此时此地 你就是宇宙 你就是那个觉 你就是那个觉醒 此刻你不觉这个恐惧 你让谁来觉呢 只有你呀 只有觉 你是觉本身啊 你是觉本身啊 觉本身就意味着只有当下 只有此时此地 只有你自己在体验啊 只有你自己在体验啊 所以你不体验恐惧 根本没有东西能替你体验呢 你在抗拒 你在逃避 你就在抗拒 你自己就在逃避你自己 就是我们说的 你没有和自己融合 你没有合一 好吧 亲爱的家人们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 有一些 包括我自己也讲过 有一些家人在做疗愈清理的时候 我们从下一节课就不把它叫疗愈清理的 叫格武之之 从下一节课开始 我们要讲第一堂课 疗愈清理 但是呢 名字改了 叫格武之之 我会给大家解释 好吧 那OK 你看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家人 我们现在还用疗愈清理这个词啊 就是为什么有的家人在做疗愈清理的时候 他会 不由自主的笑出声来 你理解现在的原因了吗 就是当你在 你看 当你在事变之事 非变之非 我说当你非变之非的时候 就是当你在体验痛苦的时候啊 我告诉大家 当你在如实如是的去真的不抗拒 不抵制 去臣服接纳这个痛苦的时候 由内而外的生起一种发喜 生起一种快乐 你看很有意思啊 当你去经验 你比如说你很恐惧 你说银行 我欠了一千万 我实在还不上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一直在抗拒 抗拒 抗拒 这个时候你不抗拒了 这个时候你干嘛呢 好我经验的 这不是恐惧吗 我就知这个恐惧 我就觉这个恐惧 当你在觉恐惧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到了一定的阶段 就是当你越来越放松 越来越放松 越来越臣服 越来越臣服 哎 有一天你发现 你在经验这个恐惧的时候 你由内而外的生起了一种快乐 由内而外的生起了一种和平 这个叫真幸福 这个叫真幸福啊 所以亲爱的家人们 很多人学灵性 学偏的 一说哎呀 把自己锚定在爱喜悦和平当中 一说 我叫快乐快乐快乐 不要痛苦 他就逃避痛苦 你知道吗 告诉你 你修八百年年都修不出来 修八百年年都修不出来 您信吗 修八万年年都修不出来 不用说八百年了 什么你错了 法尔如是呀 就是 你看为什么说 你呀 把老祖宗的这些东西都搞透了 你就发现大家讲的是一个 你就不会困惑 你就不会混沌 你就不会迷惑 你就不会被别人牵着逼着走 OK 就是什么 他不是追求那种快乐 哎呀 现在我不开心 不行不行 我要开心 我要开心 哎呀 现在我恐惧 不行不行 我要开心 我不要恐惧 不是这样的家人们 你这样你严重跑偏 你一辈子都修不出来 他是什么 这个快乐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那个觉性 来自于那个觉的母体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觉的母体 他就是无条件的快乐 是 就是觉这个母体 他在觉快乐的时候 就是说他在事变之事的时候 他是快乐的 当他非变之非的时候 他还是快乐的 你理解吗 所以当你真的做到非变之非的时候 你后你会到了一定的阶段 你会由内而外的生起一种快乐感 由内而外的生起一种和平感 由内而外的 就是佛法里讲的充满法系 充满你到哪个地方 别人看你都是快乐的 就是没有条件的快乐 你理解吗 那OK 我们说的爱喜悦和平 和平和喜悦都说了 就是你会由内而外的生起 那爱呢 爱是无条件的爱啊 无条件的爱 你光爱那个是 你不爱那个非吗 对吧 你光爱你 你有一千万的存款 你不爱 这个一千万的负债吗 你理解吗 它是无条件的爱 你的孩子做作业 你爱他 不做作业 你就不爱他吗 你这是有条件的爱 爱是无条件的爱 OK 所以啊 所有亲爱的家人们 情绪啊 就是智慧 抗拒情绪 就是抗拒智慧 抗拒什么智慧 不惹智慧 也就是那个觉醒 你就是在抗拒 那个无限的存在 那个无与伦比的存在 抗拒那个照亮一切的智慧 所以亲爱的家人们 对待情绪的方法 不是逃避啊 不是抗拒啊 是什么 是事变之事 非变之非 事变之事 非变之非 如此你会达到一种境界 叫不由自主的快乐 如果你说要转身 那是什么转身 不由自主的快乐 你不自觉你就转身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转身 为什么 因为当你非变之非的时候 你就会由内而外的生起快乐 你自然转身了 你什么时候你转不了身 你在抗拒的时候 你转不了身 你只有臣服接纳 他才能转身 不信 你试一试 好吧 你看这是通过几个方面啊 从儒家 道家 还有佛家 还有基督教 还有灵性 我们这些说法 来跟大家最后阐释了一个共同的东西 就是修行只有一个 法尔如实 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主题 修行就这一个法尔如实 此外再无其他 其他的都是幻象 其他的都是幻象当中的修行 除了这一个修行啊 除了这一个法尔如实的修行之外 其他都是幻象的修行 所以达摩祖师说什么 若不见性 三藏十二不经 就是摩说 达摩说的多绝对 若不见性 你修行三藏十二不经 三藏十二不经是什么意思 整个佛法 整部全部佛经 就是入魔道 达摩祖师告诉你的 你只有见性三藏十二不经 才不是入魔道 你不见性三藏十二不经 整整所有的佛经 都是入魔道 同样的 若不见性 你所有的儒家经典 若不见性 你所有的圣经 或者你所有的灵性典基 全是入魔道 就用达摩祖师这个话来 就是说来隐身一下就行了 三藏十二不经 多少部佛经 所以如果你不见性 你信圣经啊 你信基督教啊 就是入魔道 如果你不见性 你学传统文化 儒家经典 就是入魔道 如果你不见性 你学灵性 无论你修行什么灵性法门 就是入魔道 你修不出来 你修的都是幻象 OK 这就是为什么你去问一下你自己 多少修吸引力法则的 他真的心想失常了 多少 多少人知道吸引力法则的 吸引力法则的可能知道的人百分之百 把它用出来的是多少呢 百分之一都不到吧 一百个人里面有一个人 能让自己真的吸引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 能让自己心想失常吗 为什么 入魔道了 你知道吗 他修偏了 修行只有一个 法尔如是 恢复你的真心本性 修行很简单 一旦你法尔如是 就是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 法尔如是 很简单 就是干嘛 事变之事 非变之非 就这么简单 就这八个字 事变之事 非变之非 你不用管啊 这就是修行他简单的地方 你不用管什么 你不用管外在是什么引起的 就刚才我说的人生三大主题嘛 你不用管 我这个恐惧来自于哪 来自于我的负债 还是来自于我现在情感的破裂 还是来自于我现在身体有疾病 对吧 你不用管 你的不舒服来自于哪里 这个不舒服 是来自于我所谓的财富不够丰盛 我所谓的经济状况不够理想 还是来自于情感 我得不到我想要的爱情 现在陷入三角恋 我不知道该爱谁了 你感觉不好吗 你不舒服吗 还是来自于对自己身体的不满意 我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 觉得自己这个地方有点胖 不管怎么样 你是不是感觉不好 你看 就是我们说的外在的这个境遇 外在的这个故事情节呀 只是引起你内在的一个情绪反应 所以外在发生的一切归根到底 都是引起你内在的一个情感变化 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 你只要做一个 不管它外在什么引起的 我内在的这个情绪变化 我只是去觉这个情绪变化 我只是去知这个情绪变化就行了 我知这个恐惧 我觉这个恐惧 知这个恐惧 我觉这个恐惧 这就是道法自然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叫道法自然 因为道法自然就是觉 因为那个道本身就只是觉而已 道法自然就是我如实如是的去觉 就这么简单 因为这就是你 你的真心自信 你的本来面目 这就是佛性啊 佛者觉也 谁觉谁是佛 不觉不是佛 一觉就是佛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 所以人生变得特别特别简单 简单到你都不敢相信 原来这就是修行啊 而且这是最高境界的修行 这是真正的修行 这是真修 这是什么 我现在很痛苦 我就觉这个痛苦 我现在很恐惧 我就觉这个恐惧 我现在很悲伤 我就觉这个悲伤 我现在很担心 我就觉这个担心 我现在很焦虑 我就觉这个焦虑 这就是唯一的修行 这就是真正的修行 此外再无其他 此外再无其他呀 其他都是方便说 明白吗 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 就这一个修行 这就是道法自然 你的自在的本然 你的自信的本然的状态 道就是你 那道的自信的本然状态 是什么 就是觉 就是如实如是的去觉 每个当下 你的感觉 再说一下 因为这些感觉 没有地方可以去 一切都存在于当下 当下 你让他往哪里去呢 你不去惊艳他 你不去觉他 你让他往哪里去呢 OK 这就是什么 法尔如是 法尔如是 你的如是是什么 你的如是就是觉 如来如去 如来如去 让他来 让他走 让他来 让他走 用心若静 不降不淫 硬而不长 故能胜而不伤 就这样 就是我的心就是静子一样 无来则照 一切在我的静子上面照 他来了我就照见他 比如说恐惧来到我的静子上 我就照见这个恐惧了 恐惧走了 静子上就没有了 哎 悲伤来到我这个静子上 我就照见 照见他是什么 我就感应他了吗 本来我这个静子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结果来了个恐惧 那我的静子不就照见他了吗 我照见这个恐惧 我不就是感知到这个恐惧了吗 哎 当恐惧走了 我就不管他了 他就走了 又来了个悲伤 哎 我就又照见这个悲伤 我的镜子上出现了悲伤 我不就感应到这个悲伤了吗 这个悲伤走了 我也不去追他 走就走吧 我等着下一个来 所以圣人之用心若静 圣人之心若静啊 不降不赢 硬而不长 故能胜而不伤 就是耶稣讲的 I am that I am 我是我是 我现在是什么 我现在是恐惧 我是恐惧 我现在是什么 我现在是悲伤 我就是悲伤 我现在是什么 我现在是快乐 我就是快乐 我现在是什么 我现在是焦虑 我就是焦虑 我现在是什么 我现在是兴奋 我就是兴奋 因为再说一下 无论外在 无论你周围的人事物 发生了什么 健康情感财富 发生了什么 终归是一点 引起你内在的一个情绪反应 终归是一点 无论是健康财富还是爱情 终归是引起一个 你内在的情绪波动 如时如时的去经历这个情绪波动 I am that I am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基督教修行的根本 如是道三家 知善知恶 是良知 说的是一个 说的是一个 亲爱的家人们 你哪里需要跑遍千三万岁 你哪里需要天天参禅打坐 你哪里需要天天冥想拜佛 磕头诵经 你根本不需要 你哪里需要别人给你开光 加持能量 你哪里需要什么性命全托 成为谁的弟子 给他几十万 你根本不需要 你理解吗 家人们 修行就这一个 这是唯一正确的 其他全是假 全是假 很简单 因为那个教你的老师 他都是假 他都不懂 他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所以他才会这么教你啊 这因为他不懂 他觉得阿卡西很重要 正因为他不懂 他认为家牌很重要 他认为 就是 在幻象当中 给你弄得千奇百怪 你就去修吧 OK 不需要的 所有 如果你来到自在大学 你来读自在大学的家人们 告诉你 修行就一个 是变之事 非变之非 够了 如此 善变存 恶变去 你修行想为了什么 你说 老师 那我这么做 我能得到什么 对吧 我法尔如是 我道法自然 我am在他am 对吧 你说我自中和自良知 我能得到什么 得到什么 家人们 我们很简单 你能天地为焉 万物欲焉 自中和天地为焉 万物欲焉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财富 天地为焉 万物欲焉 什么意思 各种财富的机缘 自动归位 财富为你显化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情感 天地为焉 万物欲焉 各种导致你情感 美满的机缘 开始归位 美好的情感 开始显化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健康 你想要美丽 天地为焉 万物欲焉 什么意思 各种导致你健康 美丽的因素 开始归位 健康美丽 开始显化 自中和天地为焉 万物欲焉 这样的 王阳明说的 知善知恶 对吗 是良知 事便知事 非便知非 如此善便存 恶便去 何等稳当快乐 你想要什么 你说 我想要我的财富 丰盛起来 我想要我的人生 越来越富足 OK 我想要我的债务 归还掉 我想不再负债 OK 你看 你所有债务方面的梦想 王阳明告诉你了 事便知事 非便知非 如此善便存 恶便去 什么叫善个 善便存 恶便去 你很富足 是不是善 你有很多的钱 是不是善 得到很多很多自己 所谓的物质享受 是不是善 善便存 恶便去 你欠着一千万 是不是恶 你欠着五十万 是不是恶 你收入不高 是不是恶 你物质匮乏 是不是恶 恶便去 什么都不用做 你听见了吗 这就是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到最后 你什么都不做 一切自然显化 顺流 这就是自在人生 你如果需要努力 需要拼夺 需要抓取 需要控制 需要规划 需要设计 那还叫自在人生吗 那跟别的人生 有什么区别呢 别的人生 不也是在控制 不也是在挣扎 不也是在奋斗吗 需要奋斗 你还需要天天激励自己 我是最棒的 我是最棒的 你还需要天天 给自己打鸡血 那和别的人生 有什么区别呢 那自在在什么地方呢 哪个地方自在 你告诉我 你心不自在 时间不自在 行为不自在 心灵不自在 什么都不自在 你告诉我 这有这叫自在 自在在哪里了呢 对吧 自在人生是什么 宇宙推着你走 你不想要都不行 不要不要 够多了 不行 再给你 不行 够多了 不行 我再给 这叫自在人生 你知道吗 不要都不行 硬塞给你 你非得去争夺 非得去抓取 非得去奋斗 非得去让自己 绞尽脑汁 费尽 费尽心力才得到 那根本就不是自在 人生 那一点都不自在 你能看到自在吗 那不自在 不行 如果越休越累 我告诉你 你一定是错了 唯学日益 唯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无为 无不为 当你能 当你能达到一种境界 就是我什么都不想干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反而什么都做完了 我什么都不干 我什么都不想做 我就是每天好像处于一种 无聊 寂静 空虚 在这种状态当中 反而一切都在显化 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告诉你 你修对了 你就是无为 无不为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他能得到什么呢 善便存 恶便去 他能达到是无为 无不为 道德经历也告诉你了 唯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无为 无不为 你道法自然 你就能无为 无不为 如是 你就能成为因共 成为佛 被天地供养 你知善知恶 你就能干嘛呢 让自己善便存 恶便去 你情感破裂 你什么 没有美好的情感体验 你穷穷决力 形影相调 孤身一人 善便存恶便去 你就发现 消失了 你开始有美好的情感体验 你开始经历刻骨铭心的爱情 你发现自己长得不漂亮 你发现自己体型不让你满意 你发现自己有疾病 如此善便存恶便去 你发现你的身体 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逆生长 越来越让自己欣喜 这就是这样了 所以一样的 OK 即使啊 圣经也是同样的表述啊 当你 im 圣太im的时候 你就是圣子耶稣啊 你就是圣子耶稣啊 那就意味着什么 天国的一切都已为你供应啊 天国的一切都已为你供应 你可以无限的奉生 好吧 亲爱的家人们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发而如是 所以 您修 不光是修啊 您怎么正确的活 怎么生活 就这一个 不这样生活 你就是颠倒梦想 你这样生活 你就是究竟涅槃 OK 这是正确的活法 这是正确的修行方法 这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你这么活 你人生就顺滑了 人生就自在了 好吧 那具体如何去 法而如是 我们后面就开始进入功课篇 也就是实修篇 实操篇 让你具体去 法而如是 道法自然 至良知 至综合 I am 让你具体去活出来 好吧 那是我们从下一堂课开始的 OK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个地方吧 最后感谢所有亲爱的家人们 也感谢所有的高级智慧们 还有我们伟大的古圣先贤们 谢谢大家 也谢谢他们的陪伴与加持 我们下堂课再见 谢谢 我们下堂课 这是我们下堂课 感谢观看